那位姑娘究竟是谁呢 为什么我总能遇到她 她还屡次三番地帮我 这一次为了救我 她竟然会不惜自己的性命 我跟她究竟是什么关系 她真的获救了吗 可是 我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来得及说 是你 刺客追查到了吗 你 你怎么不说话呀 如果你不希望被打扰 我走就是 站住 干什么 远青所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看不透你就别看呀 你放开我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负德 什么叫负道 勾引狐吕光也就算了 还跟我皇兄眉目传情 我 远青所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 我想怎样 你不是清楚得很吗 我说过 你也答应了我 如果和她顺利进行 你就跟我做个交易 我帮你跟齐国缔结盟约 你就给我自由 让我带着镇魂珠离开怎么样 镇魂珠 你只是为了镇魂珠 对 我就是为了镇魂珠 如果不是为了镇魂珠 我怎么会自投罗网的 跑到你大司空府 难怪你要一再的吸引皇上的注意 原青所 我真是小看你了 我没有你那么卑鄙 我和皇上只是兄妹之情 兄妹 我看你不过是找颗大树好成梁罢了 好啊 反正我跟皇上是什么关系与你无关 不过我知道 镇魂珠就在你那儿 这一切都是你的计谋 再说一次 你以为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原青所我要你知道 你的命是我的 我要你生就生 要你死就死 我 这镇魂池里最多的是什么吗 就是冤枉 死的都是像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青所 你没必要救我 你没必要救我 我 你没必要救我 我可是是我的命我自己的 还不上人 庆祖 你走开 既然你这么讨厌我 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留在身边 宇文勇 真正让人看不透的人 是你啊 无尘法师的医术世间难取 不知道无尘法师 这次请婉儿带来的 是什么灵丹妙药 无尘法师说 这些都是他访便名山大川 采集的珍贵药材 无尘法师为了寻找更多的珍贵药材 所以这次都不能亲自前来 还请皇上见谅 没事 多谢无尘法师为朕着想 果然奇特 这药是肩服的吗 不是 无尘法师已经交代婉儿用法了 无尘法师说皇上龙体虽无大碍 但气血虚弱 经脉紊乱 只要服下这些汤药 便可安康绝朔了 替朕谢谢无尘法师 也谢谢颜姑娘奔波老泪 皇上过奖了 婉儿不敢 是大肿仔千叮宁万嘱咐 要无尘法师 一定要调养好龙体 皇上的龙体 关乎天下百姓的福祉 还须多加保重 嗯 好 皇上请 婉儿姐姐 嗯 清索自从失忆以来 一直都会觉得头痛 不知婉儿姐姐跟随无尘法师 有没有学习一些治疗的方法 清索 婉儿是无尘法师 专门派来给皇上送药的 你不要到晚 只要将她肩头的衣服一落 就可以看到她肩头有没有烫伤了 啊 没关系 虽然婉儿医术很浅 但为清索妹妹查病 婉儿还是义不容辞的 依婉儿看 清索妹妹不但要看一下心智迷乱的病情 更要好好看一下身体 池水那么冷 妹妹还要去学游水 婉儿只怕妹妹会落下寒症 来 我来给妹妹把把脉 好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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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索 妹妹 你的手 清索 没事吧 没事 妹妹 都是姐姐不好 快姐姐看看你的伤口吧 不用 不用 砸东西是清索的强项 受伤是我的本分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更何况再大的伤 清索也习以为常 四弟 小伤也是伤 替清索包砸伤口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是 多谢无尘法师的药 药材刚入口 朕就感觉好多了 对了 我让厨房做了你最爱吃的桂花沙糖糕 银豹 拿着在那边等你呢 多谢兄长爱护 四弟告辞 口口声声说我是大中宰府的细作 没想到他是公开出卖皇上 投靠大中宰 宇文雍啊宇文雍 我算是看错你了 大司空 大中宰吩咐 将这两包东西 交给大司空 有劳尹侍卫 不敢 大中宰说 若是大司空喜欢 下次可以多做一点 送到府上去 兄长心细如放 何事不成 是 代我谢过兄长 主上还需护行回府 小人先行告退 您实未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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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宇文雍在搞什么鬼啊 怎么会跟大中宰府的侍卫 思相授受 他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舅父 舅父 舅父救命啊 你不是在华州吗 怎么有空到长安来探望你的舅父了 舅父 徐前内司案中调查华亭 企图污蔑华亭 以悄悄带走十余人 伪装人证 要陷害华亭 华亭恐无了舅父的英明 这才悄悄赶回长安报信 那你到底做还是没做 我 说 我 是贪图了一点点 不过 这一点点 也是为了孝敬救父您啊 快 快把东西抬上来 抬手去 是 舅父 华亭自知徐前必会去皇上那里 告华亭的状 这个徐前 他是惠州刺史 却跑去管我华州的事情 我恐怕日后 再也见不到舅父了 从你请派华州赈灾起 寡人就知道你会闯祸 若不是徐前找你的毛病 你还会想到有我这个舅父吗 华亭不敢 华亭心里一直有舅父 只是 一直没找到回长安的时机 今日朝堂上 寡人已逼皇上下旨 要徐前立刻到华州搜集物证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多谢舅父 我知道 徐前在朝中一向与舅父作对 这次他到了华州 华亭必定要他死无全尸 徐前断案如神 而且贵为惠州刺史 手下兵多将果 你不必要仔细筹划 如要下手 定叫徐前无还手之力 是 还有 你知道 魏京宣召 四字会长安是什么罪过吗 华亭知道 是死罪 华亭来时 并未走前门 而是乔装打扮 从后门进来的 为了贪图这点小财 几乎毁了全家性命 若不是看在你去世的母亲份上 寡人绝不会管你 不可张扬 瞧瞧回华州去吧 是 主上不必担心 有大肿宰在 那徐前 绝对找不到主上的毛病 我害怕 本太守从来就没有怕过 我是大肿宰的亲爱手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徐前 那是找死的 别说 我只是在赈灾款项里 拿了点钱自己花 就算是进了皇宫藏宝阁 把里面的东西搬出来 谁又敢说什么 整个大周朝 都是我舅父说了算 你是谁 我是大肿宰的亲爱手 是 贪官污吏 人人得而诛之 宇文护 宇文玉 这下 看你们还打不起来 居然动用私刑杀寡人的外甥 我要去找皇上探个公道 主上 主上 主上是三思 三思 在朝堂上 握我面子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 暗算寡人的外甥 分明是想让寡人 在众臣面前抬不起头 主上 凶手是谁尚未查证 再说这颜太守 未经宣调私自回京 他已是死罪 主上 如此触及皇宫 怕是得不到好处啊 是啊 主上 要实处有名 才不会毁了您的一世英明 主上 何必急待一时呢 一世英明 没错 若不能保住大洲基业 才是毁了寡人一世英明 我要让他看看 大洲 到底是谁的殿下 主上的意思是 金虎 赞 明日晨时 调集三千人马 训练为名 校长等待 是 殷报 皇宫侍卫有多少是我们的人 一共五百人 轮流在岗 有一百五十人 你想办法 调换岗直 明日起遥光点直岗的 全部都换成我们的人 去吧 是 什么 燕花亭被杀了 是 在离大中宰府不远的街道上 看来 燕花亭私回长安 向宇文护求救 这样的贪官无理 死有余辜 臣弟想 宇文护势必会将这笔账 算在皇上头上 四弟 你来 皇上 讲 有人私下调换 遥光殿明日执岗侍卫的班职 我们还是慢他一步 朕只是担心一件事 就是倾锁 朕知道你会不舍 可你要答应朕 送他离开 朝堂之战 原本就是男人的战争 这些恩怨与他无关 他吃了太多的苦 他在这里只会碍事 难保不会拖累大家 小弟自会安排送他离开 好香的桂花砂糖糕 这么好吃的桂花砂糖糕 不想吃 大中宰府的东西 吃了我怕拉肚子 干什么 你敢跟踪我 谁给你的胆子跟踪我 放开我 不帮自己的亲兄长 反而任敌作用 宇文悠 我算是看错你了 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 你自然不会上当 是我傻 我居然会相信 你跟宇文户 互相牵制 现在我才明白 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是大昼的江山 你真以为你能看透我 笑我 那你接近我接近皇上 不也是另有所图吗 你知道了什么 我问你知道了什么 原来 你真的是这种人啊 宁愿背叛七兄弟 换得自己的一夕安稳 为了巴结大中宰 是非不分 那你以为呢 大昼乃大中宰一手创礼 谁能违背 谁又敢违背他的意思 所以 你就敢当别人的走狗 你少自欺欺人了 你呢 你是为大中宰府的人 不惜嫁到了大司空府 做测事 受尽欺辱却盘还不去 你想要的又是什么 索性说出来 本司空给你 我 我想要什么 我只想离开你 越远越好 你的谎话我听够了 你的谎话我还听够了呢 既然你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 那就把真魂珠给我 你只要把真魂珠给我 我会走得远远的 让你再也看不见我 你岂不清静 你就那么想跟着狐狸光走 你是喜欢狐狸光 还是喜欢兰陵王 或者 你两个都喜欢 是啊 我是喜欢 我谁都喜欢 因为 我跟你一样 不爱 跟我一样 你根本就不懂我的心 不懂你的心 你不就想着做皇帝吗 你根本就想要皇位 是又怎么样 你能拿我怎么样 语文勇 你混蛋 你敢咬我 好 你明天就跟我走 你越远越好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尾声尚 模糊了 初见识的模样 我只想离开你 越远越好 天空蓝色的雨 冷冷落在心里 梦中的是你 冬结我 我只想离开你 越远越好 我的守候只为你 盛开在悬崖的花 温热今生的牵挂 岁月中的你 相识的脸颊 我却做过你年华 你暗化的泪 是我在尽头等待 你的轮廓触通了爱上 可惜交错的梦广 我终忘断了天涯 不是假的 梦里的时光 这一世让思念无相忘 这一世让思念无相忘 看来这是一场硬仗 大将军小的不明白 有何不明白 大将军 您已与周国皇帝 谈好了盟约 可若是宇文户 坚持要与陈国结盟 那周国的皇上 还靠得住吗 现在长安城里 杀气这么重 难保周国皇帝 不会丢机宝帅 舍弃与大旗的盟约 去讨好大宗宰 到时候 周臣联盟 大旗嫌疑 大将军 为何不绸缪自保 反而再看皇宫的地形 你怕死 小的不怕 小的只是担心将军 国与国之间 纵横交臂 就像一场赌局 所有人的性命 都在这场赌局里 一旦进去 就没有出来 国家的权势斗争 更像赌局 一场生死之长 现在我能做的 只有隔岸观户 看看周国的结果和选择 那以大将军来看 宇文豫和宇文户 谁会赢呢 宇文豫宁死不拒 宇文户老奸俱华 现在看来还很难说 除非 启禀大将军 有飞鸽传输 快上 周国行事已至 已派李将军与赵将军 于边界部署大军 随时调派 事成之后 速带清索归 原清索 看来 长沟是一定要 原清索去打极了 我该如何告诉她 我该如何告诉她 参见皇上 平身 找到了吗 奴婢们 找遍了整个皇宫 都没找到夫人 再去找 五十余愿之前 一定要找到 嗯 是 哦 陈弟想帮清索准备一些随身带的东西 嗯 应该的 该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 就只能听天有命了 四弟 记住朕的话 你做你的事 朕做朕的事 倘若无事 便相安无事 倘若有事 则惊天大事 看来 要是我在 见别宴前 离开皇宫 就见不到皇上了 怎么办 一定要把宇文雍勾结宇文户 有所图谋的事情 告诉皇上才是 请 参见大周皇上 大司公 狐狸将军免礼 谢过 朕在遥光殿准备了宴席 为狐狸将军践行 多谢皇上 启禀皇上 大忠在身体微壤 不能进宫了 狐狸将军请 大司公 夫人在西殿回廊 什么 你到底想做什么 带我去见皇上 皇上正在宴请狐狸光 不会见你 宇文雍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皇上 皇上现在有危险 皇上的事用不着你管 你现在马上回客房 楚宗管在那儿等着你 他会带你出宫 出去之后不要再回大司公府 任凭你去哪儿 回故乡也好 去齐国也好 随便你 你说走就走 我才不走呢 你说什么 不 我不走 为什么不走 你不是 一直都不想面对我吗 还是 你喜欢上了皇上 离不开他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我就是不走 我命令你走 听到没有 我本就没打算在这里一直待下去 我有离开的时候 可不是现在 你必须走 你不走我就押你走 你 你这个人 参见皇上 雕虫小记 远亲锁 你给我站住 大司公 皇上和狐狸大将军在遥光殿 正随大司公您过去呢 带路 是 狐狸大将军 联合之事 朕甚感欣慰 本想愁措玉宴为将军践行 没想到 大仲在身体危痒 在下既然与皇上签订了 攻守同盟的盟约 自然会尽力维护皇上 更何况 连大司公府侧氏夫人 都肯不顾性命保护皇上 而我堂堂男子汉 怎会看不出端倪呢 大将军是诚信之人 看来朕没有选错 递结盟约的对象 相比皇上 还有许多要事逐连 三日之后 便是在下回国之日 长安城品物繁华 在下想趁这两日 多购买些物品带回国 在下先告辞了 好 将军启程之日 朕必定会隆重松心 恭送大将军 谢皇上 大将军 周国皇帝与大冢宰不合 何不利用宇文户 杀掉周国皇帝 好让殿下发兵 好让殿下发兵 到时候说不定 周国就此灰飞烟灭 我大旗可以一统天下了 看来 你也是小看了周国的皇帝 他与大司空兄弟联手 不可小觑 还是大将军聪明 小得佩服 对了 大将军 您就不怕宇文户报复 大将军好像没给宇文户颜面 对 好像我也没有站在周国皇帝那边 宇文户凭什么报复我 说得也是 好了 多买些东西 带回去送给洛云 是 好 大司空 玛儿 大司空脸色不太好啊 想必周齐联盟已成定局 你也知道了 我正头疼 该如何向大仲才交代 婉儿略有所闻 大司空天生聪颖 这些小事 是难不到大司空的 话是这么说 可是本司空两头为难 倒是你 能不能替我出出主意 何不按照大司空当初的想法 丢居宝帅 你也知道我心里的想法 此刻丢了原青所倒是无妨 只可丢了其他的宝贝 阿勇若想独吞镇魂珠 势不可行 此话怎请 盯住镇魂珠的 并非你一人 除了大中仔 还有谁 术不能相告 婉儿 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吗 那就看阿勇怎么做了 那你要我怎么做 婉儿 婉儿跟随吴臣大师 为皇上调理身体 学了不少药理 这束花有提神醒脑的功效 就送予你吧 多谢婉儿 本司空知道 婉儿有些话 不方便说 我今日就要回大司空府了 还请婉儿到府中做客 那是当然 安雍可还记得答应过婉儿的话吗 当然 婉儿的一字一句 都记在心里了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对不起你 请索妹妹 阿勇 她怎么了 管她呢 婉儿 多谢了 臣女 参见皇上 平身 皇上终于召见臣女了 朕不是不见你 皇上 秦索 答应朕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好好保护自己 嗯 朕本来想要奖赏你 可朕看你并不稀罕金银珠宝 你跟朕说起过 你想要找回你的记忆 是 是 是 只是 现在大敌当前 大中载 虎视眈眈 恐怕 不是我找过记忆的时候 那朕就告诉你 朕所知道的你 你冰雪聪明 让朕对你过目不忘 记得你第一次 进皇宫见到朕的时候 若你能答出朕方才的问题 朕 便将帕子还给你 云火虫虽然渺小不起眼 却有他的灵性所在 皇上难道没有听过那句诗吗 腾空泪星云 浮树若生花 平移神火照 莲似叶珠鸣 逢君时光彩 不吝此生轻 朕想过 你确实是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 对 一切都是宇文户精心安排的 朕本以为 宇文户是要把你献给朕 作为她在朕身边的眼线 朕本来想答应 可是没有想到 宇文户的目标竟然是四弟 这么说 我果然是宇文户派去大司公府 偷朕魂珠的细作 你失去了记忆 宇文户把你派去大司公府的 真正目的不得而知 不过 在此之前 确实有一些流言 声称 可左右天下安危的朕魂珠 就在大司公府 而在你来到皇宫之前 确实也有人 悄悄潜入过大司公府 结果呢 朕魂珠在大司公府 只是一个传言 结果可想而知 朕魂珠在大司公府 真的只是个传言吗 也许朕魂珠本身 就是一个传言 我不明白 朕魂珠源自一个传说 七百多年前 秦始皇东巡渤海 在海上 看见了韩世参 以为是神迹 遂派徐福出海巡仙妖 并在方氏陈吉的剑意下 打造了三剑宝器 分别是朕魂珠 青鸾镜 还有离商剑 三剑宝器 缓缓相扣 缺衣不可 唯有凑齐 便可以亏 一统天下的秘密 三剑宝器 那它们都长什么样子呢 朕魂珠就是一枚珠子 外形与其他珍珠无异 为何称其为宝器 不得而知 离商剑 是一把宝剑 据说有洞天汉地的力量 至于青鸾镜 顾名思义 是一面镜子 传言而已 虚无飘磨的汗 只有吉祺 才能一窥 一统天下的秘密 那它们都在什么地方 在陈吉的建议下 秦始皇建立了天罗地宫 相传 青鸾镜就存放在天罗地宫里面 可是 天罗地宫建成之日当晚 所有的劳工 与监军士兵都死于非命 据说 那是一场神秘的瘟疫 就连设计天罗地宫的陈吉 都没有幸连于难 只是 陈吉的妹妹端木义珠 最后却盗走了振文珠 这个端木义珠 明明姓端木 那为什么 会是陈吉的妹妹呢 陈吉原本姓端木 端木义族 已数数文明于事 陈吉自知秦始皇残暴 故意隐藏了姓氏 以防 被家人带来灾难 那 后来呢 后来 四大侍卫 用尽方法 还是没有能把真魂珠找回来 真魂珠的下落 成为了一宗悬案 秦始皇大怒 令四大侍卫在身上 落下代料身份的烙印 被让四大侍卫发下毒誓 世时代代 以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四方位 镇守天罗帝宫 原来 四大护法 竟然是这个来头 怎么 你知道四大护法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皇上 按说 从秦始皇 到大周朝 已经有七百多年了 镇魂珠什么的 难道 一直没有被四大护法追查到 去打开天罗帝宫吗 朕也在想 到底是机缘巧合 还是有人故意为止 这里面 只怕还有更大的阴谋 还是有人故意为止 这里面 只怕还有更大的阴谋 这天罗帝宫 在什么地方 没有人见过 也许 只存在于传说里 我倒不这么认为 现在 那么多的人 对镇魂珠虎视眈眈 既然有镇魂珠 那就未必 没有天罗帝宫 皇上 你可还记得 那夜潜入大司空府 盗取镇魂珠的人 留下了什么线索吗 有师妹说 那个潜入者 从身心看 像个女人 女人 那潜入大司空府 盗取镇魂珠的 真的是我吗 如果是我 这么说 我已经拿到了镇魂珠 但是 她现在又在哪里呢 皇天不负有心人 看来 你很快就能弄清楚 谁是了 朕是说 再来皇宫之前的谁是 皇上 有句话 我不知 当讲不当讲 你说 既然你明知道 这一切是大中宰的阴谋 那你为什么 还要把我指昏给宇文雍 纵使是一国之君 也有诸多的身不由己 那皇上 为什么会相信我 跟我讲这些肺腑之言 只因 逢君时光彩 不吝刺生轻 皇上 看来 朕是无法将你留在长安城了 清索 你会怪朕吗 皇上是为了我好 皇上 世事有时 变幻无常 很多事情 不可一蹴而就 需要静待时机 不要太锋芒毙露 保全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清索 你在关心我 朕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也知道大中宰迟早会 容不下朕 或许 朕并不能尝试 但朕绝对不会妥协放弃 更何况有四弟在 日后 朕打下的根基 也不会白费 他 对 他 只怕 他现在还在想着 怎么向大中宰交代呢 日后 你会明白的 朕受的委屈 你能看见 但四弟所受的委屈 你看不见 皇上 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了 大臣们怎么说 我都听到了 朕该怎么说呢 四弟若是个不可靠的人 朕 又怎么可能把你放在他的身边 皇上 皇上的意思是说 我 错怪了宇文雍 朕只是不想你误会四弟 四弟所受的委屈 比朕还要多千万倍 这都是为了 大洲的江山设计 若不是四弟 左右逢源 卑躬屈膝 传递消息 制定策略 只怕这大洲的江山 早就意味他着了 原来 朕怎么会不知道 四弟心里的苦 他不止在朝堂上 左右逢源 更是千方百计 在你面前掩饰作戏 他是为了试探我 是不是真的失忆 防备我 怕我是大中宰府的戏作 你很聪明 更应该明白四弟的心 那皇上为何就不怕 我是大中宰府的戏作 那 怕 但更怕的是 你和四弟受委屈 秦总 如果真的有一天朕不在 你要好好照顾四弟 不 不会的 纵使是秦始皇 出海殉丹 修建了天罗地宫 终免不了一死 朕不怕死 朕 只想看你们幸福 来 尊将军令 现在开始换防 是 进口 我竟然错怪了宇文雍 没想到 他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皇上 要离开这个势罪之地 跟狐狸光走 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可我 怎么竟然有些舍不得 现在 侍卫都替换成 我们的人了 看他以后玩什么话咒 照属下的意思 不如臣皇上部署尚未妥当 你的意思就是 不光你自己去死 还要送其他的人去死 属下不敢 众商息怒 齐国和陈国的使劫 尚在长安城 此时 确实不宜大动干戈 未免让臣妾趁虚而入 杀人当于无形之间 霍国殃民 或是我宇文户的作风 对了 可曾通知夫人回府 启禀主上 按主上的吩咐 已经拜车点前去迎接 在天亮之前 应该能回到府中 原清索 原清索 是时候 该给你点颜色看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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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这里了 你真的 就这么喜欢这里吗 是啊 我喜欢 原情所 我的忍耐 是有限度的 这又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难道竟是你的 只要是你喜欢的 都是你的吗 我以为 你再也不想见到我了 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 今日 我一直在想你 嗯 想你说过的话 我说过的话 你说 你永远都不想再见到我 我 我 也是 一只大中宰斧的走狗 怎么配得上姑娘 对不起啊 不过是为了离开这里吧 用不着这么低声下气 你的人缘还真是好啊 胡绿光大将军 派人专程送来皇宫给你的 恐怕 恐怕 会有什么惊喜吧 对不起 是我错怪你了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手 我知道 你对我也没有那么坏 其实有事 我宁愿你不要这样松懿绝见 希望 你不会让我觉得 失去 还不是都怪你吗 谁让你跟盐豹四乡授受 我可什么都看见了 盐豹除了交给你桂花砂糖糕 还给了你另外一个小包 你还真是 怎么 不敢说了吧 看吧 珍珠粉 大司空府里可多得很 你干嘛要大中宰府的珍珠粉啊 这可是无尘道长给我的治病良药 你生病了吗 是啊 病得厉害 少骗我了 你分明就好好的嘛 是这里的病 吴臣道长说了 吃了这个药粉 就可以忘记一切烦忧 那个道士可不是什么好人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怎么 你关心我 你不想看看狐狸光大将军送你的礼物吗 后天他就要离开长安城 也许就再也见不到 也许就再也见不到 走 该回家了 回家 对 回家 大肆功夫 对 回家 大肆功夫 好吃 真行 你们在干什么呢 尤其是你陛下又在厨房偷吃 我 我哪有偷吃 你们谁看见我偷吃的 好了好了好了 该三都三了吧 主上夫人马上就回来了 主上夫人马上就回来了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吗 嗯 那还不快去 你站住 嗯 嗯 陛下又马上就准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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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得 都亏欠了我 你什么时候 在哪里 在哪里 放心 三日后 对 三日后 就是我即将离开的日子 就如我即将离开的日子 不是 我是何事 有两奖天 嗯 参见主上 夫人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是什么啊 到了就知道了 快来吧 好像还少了点什么 这才有点样子 你就是 喜欢吗 坐啊 怎么就只有这些糕点啊 我可还想吃 卤水鸭 醋溜鱼 腊肉豆腐 陈醋炒白菜 我可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饿死我了 胃口那么好 却只想着吃那些俗物 真是牛角不单 嗯 你这人真小气 堂堂皇宫会大司公府 难道还怕 我一个弱女子 把你吃穷了不成 还贫呢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 那还不是要怪你神神秘秘的 什么都不告诉我 这个大司公府的测试 大司公 你让我怎么去配合你啊 这么说 你承认 自己是大司公府的人了 管他什么大司公府 不大司公府的 我再吃个这个 你这钢铁里怎么还有颗珠子啊 这颗珠子就是你要找的啊 这颗珠子就是你要找的啊 啊 啊 这颗珠子果然在你这里 你居然会把他给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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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到你想要的 你得到你想要的 我放你走 可是 这个时候 此事是你离开的最好时机 还有人在等你 不是吗 你 你偷看我的纸条 啊 战魂珠 清锁 站住 还想跑 把镇魂珠交出来 把镇魂珠还给我 还给我 看来这颗珠子是真的了 我就知道 抢了假的 真的自然会出来 是你傻 在皇宫里 我根本就没说那是镇魂珠 谁叫你乱请 放肆 杀 玉文雍 你 玉文雍 快来人 来人啊 叫大夫过来 把镇魂珠交出来 想要镇魂珠 想要镇魂珠 先问问我手里这把琴 怎么发现 把镇魂珠都让祇�� 赢战 郑闻叔 郑闻叔 无尘兄 上面风大 喝不下来休息一下 都是天罗帝宫的四大护法 相奸何太极啊 吴雪城主 久违了 天罗帝宫的人都知道 吴臣公子有多长脸 果然名不虚传呢 吴臣只不过喜欢钻研易容术 为了讨仙子开心罢了 哪比得上吴雪城主这般 逍遥自在啊 吴臣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既然想到仙子开心 看着仙子被欺负 还不出手 有吴雪城主在 还用得着我香无尘出手吗 小弟新疆的桃花酒 要不要来一杯 一杯 吴雪城主 未免太小气了吧 要来 就来一谈 请搜啊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可惜 证魂珠 你不要再去想什么证魂珠了 那是你想要的东西 确认我 我不想要什么证魂珠 我只想要你赶快好起来 你赶快好起来好不好 袁勇求求你了 你快点好起来 你想要的东西 我都会给你 袁勇佑 只要你开心 我就死而不寒了 袁勇佑 袁勇佑 袁勇佑你醒醒 袁勇佑你别死 袁勇佑 大夫 袁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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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它 怎么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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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 仔细检查检查再做诊断吧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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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呃 大司公 病得不轻啊 啊 啊 它 它到底怎么了 它 呃 它经脉不畅 呃 胸 胸小 什么 呃 呃 胸小 不对不对 胸腔畸形 畸形 呃 胸腔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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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呃 呃 呃 大司公这个经脉不畅 胸腔畸 皆是 皆是受伤过重所为 啊 都怪我 余文佑 余文佑 呃 呃 呃 大夫 主伤都伤成这样了 你怎么还在那里笑 我 我有笑吗 我 我没 我 我眼睛进了沙子 呃 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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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 夫人不要激动 死不了的 呃 不 我 小人神说 我 我开几个方子 吃了药 就会好起来的 死不了 好 那就有了大夫了 碧香 嗯 陈大夫 这边请 陈大夫 夫君 知道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束缚身体不太好 所以多耽搁了些日子 你倒是时刻惦记你束缚 可惜你的好侄女 原清索却丝毫没把你放在眼里 清索 清索又犯了什么错了 他呀 帮助皇上联合启国对付寡人 什么 我怎么睡着了 我怎么睡着了 语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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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语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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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我答应过你的 我欠你的 我一定会还你的 你醒醒啊 语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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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叽喳喳 你吵得人睡不着觉 主 主上 您没死 慧气 本司空好得很 你们夫人那么害怕失去我 我怎么舍得死 难得睡个懒觉 这一觉睡得真好 被你们夫人的眼泪滋润得如沐春风 都快哭成个小泪人了 你 对了 刚才我迷迷糊糊听见你说 你欠我的要还给我 你想好怎么还了吗 我 我 你睡糊涂了吧 没有人那么说过 我一直在和碧香聊天呢 清索啊 放开 你想谋杀亲父啊 你 你怎么了 你哪里疼啊 不知道我昨天受伤了吗 居然还敢动我 那你 你到底哪里 说来倒霉 伤在牙上 牙 可我明明看到 那个气浪 是打在了你胸前啊 要不是她 我死定了 可惜被那气浪锁在牙上 害我流了那么多血 要是把我牙打坏了 让我牙不好看了 看我怎么找那个女疯子算账 你 你是带了这个护心镜 所以 你只是牙齿流血 不是吐血 也算 也算 也算受伤啊 牙齿 牙齿受伤 那这 精脉不畅 胸腔积水 又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 那个陈大夫 就是个佣义 是个江湖骗子 余文佣 你才是个骗子 你 我要是死了 不是怕你一时激动 要去殉情吗 我 所以就没敢去死 你 原来 你不想让我死啊 我要是知道你是个骗子 我早就追那震魂珠去了 你要是真去追那震魂珠 你就真成傻子了 那个震魂珠是假的 上次是假的 这次还是假的 那我 小点声 这就叫兵不厌诈 我只是想换得你安全 现在 他们都真以为震魂珠被抢走了 就没有人再来监视你 逼迫你了 你可以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余文佣 虽然 我跟你没什么感情 但是 你硬要待在大四公府 做我的测试 我也不会介意 你 主上 夫人 大中宰夫人前来探访夫人了 准备迎接 是 姑母为什么这个时候来了 清楚得很 大中宰 大中宰不会轻易放过你 你现在已经是大中宰府的判斗了 大中宰夫人一定会把你带回大中宰府 受死 我来应付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苦心经验了这么多年 我可不想毁了你的清白 你以为我余文雍会纯道 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住 谁是你的女人啊 再说了 你有你的责任 皇上和大周朝廷都需要你 更何况 余文户穷凶极恶 你就不怕他们抓住你的把柄吗 你再这样为我出头 是给他们机会 找出你的破绽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弥补 可是 这样吧 我们来约定一个手势 但是 如果我的右手 搭在我左肩的话 就代表 我安全 我自有分寸 要是我头上的簪子掉在地上 就证明 我有危险 请你 一定要救我 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参见嫂夫人 请所 拜见顾名 原来四弟也在 没去上朝 小弟微酿在身 在家中休养 更何况 朝上有皇上和兄长 小弟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嫂夫人 请 四弟 我本来回了乡下 可听说清索这丫头 在宫里闹得不成样子 误会而已 当真 嫂夫人多虑了 小弟正打算带清索 去大中宰府 向兄长请罪呢 这么说 我来的不是时候 哪里 姑母 清索自知 罪无可恕 还想去大中宰府之前 找姑母求救呢 你这丫头 嫁到了大司公府 不想着怎么做嫌妻 却到处给四弟 和大中宰府找麻烦 害得我被你姑父责备 清索不孝 带累姑母了 四弟 我能否进一步 与清索一谈 嫂夫人 花亭如何 那就卧房吧 嗯 嫂夫人 这边请 嫂夫人 小弟 先告退了 你这孩子 怎么胆敢和你姑父为敌呢 让姑母担心死了 姑母 我 孩子 姑母万万没想到 没想到带你来长安城 是把你推进了火坑 早知如此 不管你姑父如何督促 我断然不会把你带到长安城来 姑母 是清索不孝 还不晚 姑母想办法带你走 哎 这原清索不知道中了什么血 大司空不必担心 主上都知道 都是清索姑娘一人所为 大司空无关 带我离开 姑母这是要带我到哪里去啊 孩子 我知道你的心意 身为皇族家眷 必须谨言慎行 如理薄病 可你想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不过 不过什么 只怕 要一样东西来稳住你姑父 姑母说的 可是镇魂珠 嗯 对 你姑父熊霸长安 眼线众多 要是不拿镇魂珠 以她交换 只怕很难离开 可现在到哪里去找镇魂珠呢 姑母 我确实拿到了镇魂珠 什么 亲所知道 姑母很想得到镇魂珠 可自从我失忆之后 确实不知道 镇魂珠到底去了哪儿 甚至都想不起来她是什么模样 直到昨天宇文雍把镇魂珠给我 四弟给了你镇魂珠 嗯 只可惜 所以 亲所无能 刚看了一眼 就被人抢走了 那 被抢走的 可是真的镇魂珠吗 是 而且亲所 知道她的妙用 看来 你想起从前了 我只想起了一些 恐怕 恐怕还需要花费一些功夫 你放心 姑母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带你离开长安城 嗯 多谢姑母 来 喝了这碗茶 我就回大中宰府打殿 你就在大司公府等我消息吧 嗯 嗯 还记得你我的三日之月 殿下 走 清锁 什么手 清锁 如果我的右手 带在我祖先的话 就代表 我安全 高崇 快去看夫人 嫂夫人 四弟 嫂夫人 清锁 高长公 是高长公带走的清锁姑娘 属下见过高长公 她就是戴着这样的面具 什么 哎